好,我们今天继续霸国文艺复兴的这个部分 好,那么这个部分同学报告的时候也报告的算是比较详细的地方 所以我们很快地把它带过去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图 其实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严格讲起来 所谓的喜剧在霸国是并不存在的 它并没有这样子一个正规的剧种叫喜剧 它的剧种基本上都还是闹剧 然后它所受到就是我们所谓 Commedia diate的影响非常深 因为我们知道Commedia diate它虽然是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它们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 但是因为演出的团体 它们巡回的关系 所以它们也巡回到法国 所以对法国的戏剧的影响很深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虽然是法国的戏剧 但是这几个主要的角色 其实它都是从Commedia diate延伸过来的 这个就是从Punch Nelly 就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五看到的那个Punch先生 也是从这样类似的角色延伸过来的 OK 然后这个呢就是Pantelon延伸过来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有钱 但是你可以看它脾气非常暴躁 那边卷讯主主帮跟人家赶架的 那么这个呢是Alarachino 就是我们所谓的仆裔的仆人的那个角色 它很聪明然后很贼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准备要偷人家的钱 OK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在17世纪初 大概1610年到1629年的时候 在法国 巴黎最当红的几个 他们其实是闹剧的演员 并不是喜剧的演员 那么那个时候很好玩的一点 就是他们在演闹剧跟演这个悲剧的时候 他们会挂上不一样的名字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的艺名 必须要配得上 他们那一天要演出的那个剧种 OK 所以我们举一个角色来讲 就是我们刚才讲演这个Alarachino 就是你们的最左边 好 那个角色 那么他在演闹剧的时候 那么他叫Talupin OK 好 可是呢 当他要演就是这个比较 所谓的悲剧角色的时候 他就会换名字 叫Valleyball OK 就是要换名字 就是要他的这个角色本身 他的取的艺名跟他要演的这个是悲剧还是闹剧 他要去配合 OK 那么这些戏呢 他当然在当时呢 我们知道其实在法国 他就是那么一个剧院 又就是Bugner 就是在这个剧院里面演出 那是这 是巴黎唯一的一座 就是永久性的这个剧场 OK 好 那么在这个同时呢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剧场界的人物 或者是贵族里面 他们就在物色 有没有可能增加 就是第二个剧场 那么那个时候呢 刚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室内网球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还没有改装过的室内网球场 那么他们觉得室内网球场那个时候已经 打室内网球已经是过足的活动当中 算是已经退流行了 打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与其把它当作文子管 不如就把它改建 所以我们第二座永久性的剧场 Morays 它就是从一个 就是旧的 这样子的一个网球场呢 改建过来的 OK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那么这个是Bugnan它里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舞台在这个地方 然后上面是观众席 下面这个是Pint 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它基本上是战席 那虽然有的时候会摆板凳 但是基本上来说它是以战席为主的 OK 那么法国在它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里面 真正到达了就是说剧场界 它的一个黄金时代呢 那我们就要从亨利四世挂了以后开始说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 就是其实呢 凯撒林梅迪西他三个儿子 先后都当过法国国王 先后都是被暗杀掉了 然后全部死光了之后呢 他虽然不愿意 但是亨利四世因为娶过他的女儿 马格丽特所以因为这个殷亲的关系 他是有这个继承权 然后他被赢到法国就继承了这个王位 但是他也没有当多久的王 他也被干掉了 OK 所以他死了以后是由他的儿子路易十三继位 路易十三继位的时候才九岁 所以这个小孩子 当然不可能让他去做主 就是国家大事 所以真正国家大事呢 当然就是由他的母亲 马力梅迪西呢 那么来做主 但是呢 马力梅迪西呢 很快的他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权就旁落 因为在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主教 利西流 他很快的就把这个势力 就握到他自己的手上来了 好那么 利西流呢 他自己本身他很喜欢艺文的活动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喜欢 当然有很多也是看准的艺文活动 其实他是可以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军事政治力量 OK 好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利西流他其实非常刻意的要 就是所谓的提升法国他们的这个文化 文学 那当然剧场剧本的写作也是其中一个 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有几个他所宠信和喜欢的几个剧作家 好 Marrett跟这个Connell 就是我们所谓的高乃怡 这都是他的这宠信的这个剧作家 好 那么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 为了要提升法国的文学 所以他非常刻意的 就是利用这些剧作家去推 好 所谓的用新古典主义 他的这个 呃 规则 然后去写作的 好 那么Marrett呢 他最主要的作品呢 就是Sylvia 我们上个礼拜我也看过那个 呃 一分二十一秒的 那个广告片 OK 所以就是女主角跟男主角的名字 他其实就是Aminda 那我们知道Aminda是男主角的名字 以前叫Aminda 然后到了法国之后 他用女主角的名字来命名 就叫做Sylvia OK 那你们上礼拜看的时候 就看到女同学的反应 就已经知道 为什么 这部戏其实是很受女性观众欢迎的 因为这部戏 所以法国的贵族女性 他们也开始 就是进入到剧场里面去看戏 然后Sylvia呢 其实尤其呢 是Sylvia跟Aminda两个呢 然后相爱 然后又一直好事多磨 然后你就看那个观众呢 呃 女性观众 我不讲男性 我们就现在先把这个重点放在女性观众 就带着手绢去 然后 好可怜 好可怜 就在那边哭 所以后来就所谓的手绢戏 好就从这 那当然他针对的观众 就是以女性为主 OK 好 那么这是Lacite 好 希德的这个演出的 就是当时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呃 布景的设计 还有服装上面的这个设计 OK 好我们看一下Conell 好 那么Conell呢 他当然最主要的这个成名作 就是Lacite Lacite其实他是一个西班牙的 等于是民族英雄 OK 那么他的故事呢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有人写过 其实在西班牙以前就是已经有人写过了 好 那Conell是把这个剧作 然后这个民族英雄呢 然后再拿到法国 然后剧场舰呢 再加以发挥 好 那我们现在要新古典主义 要讲求三一律 同一个地点 所以呢 希德他本来呢 是到处征战的一个大将军 现在不可以到处乱跑 好 只有一个地点 OK 然后呢 三律律还有什么 一条故事线 一条故事线不算太难 好 我们就是讲习德 习德旁边的人不理了 好 还有呢 最难的是要在一天里面 所以你就看到习德呢 在一天里面 本来是十一年要发生的事情 他跟他的未婚妻 然后因为呢 虽然他们彼此相爱 但是他们两家呢 父亲彼此看不顺眼 所以他把人家的 这个老爸给干掉了 好 那这个当女儿的呢 为了要替老爸复仇 那就不愿意嫁给他 可是明明心里还是很爱他 对不对 然后后来呢 又搞了一大堆 好 又是决斗又是什么 然后又是中间还打仗 打了好几年 好 好 好不容易两个人呢 近视前前 好 结婚夫妇了之后 还生小孩 十一年之内 你要把他放在二十四小时 好辛苦 所以当然呢 Conell还没有夸张到 是说连生小孩都放进去 所以就把生小孩抽掉了 就是 呃 再怎么讲 这小孩从出生 那个小baby到长大 这总是要有一点时间嘛 好 所以没有让他生小孩 不过其他 基本上应该是十一年发生的事情 就急在二十四小时 所以就看一个女孩子 从我恨死你 然后嫁给你 然后跟你和好 就全部在二十四小时里面 好 那么这一出戏 在剧场上非常受到欢迎 他也符合了Richard Liu 他所想要的东西 他遵守了新古典主义的这个要求 问题是当时 有很多剧场界的人士 还有剧场界的这些批评家 他们其实就觉得 也太扯了吧 就算人是会变的 变心也未免变得太快了吧 OK 所以呢 在当时呢 其实就是以评论来讲 尤其学术界 那么时候呢 虽然是说为了要提升 为了要提升 所以要遵守这个 新古典主义 但是呢 希德这个作品 其实是蛮受到批评的 好 那么Richard他非常欣赏高难一 而且说真的 你要的我通通给你了 所以呢 他就利用 他在这个剧场界 他所设立的这个 法兰西斯这个学院的 这个事例呢 然后就邦西德 邦高难一呢 去做辩误 OK 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根据悲剧的话 那么悲剧最后呢 我们知道从古典 也就是古希腊的这个 诗学里面 所延伸下来的传统 那悲剧他最主要的功能 他应该就是所谓 Pity跟Fear 能够引起观众 对于主角的同情 然后同时呢 你会知道要戒慎恐惧 因为主角这么了不起的人 他都会因为一些小的性别 性格上面的这个弱点 然后造成这样的悲剧 那平凡人的弱点更多了 可是到了这个地方呢 他的重点是从Pity跟Fear呢 转移到Admiration 也就是说 在悲剧里面的人物角色 要带给观众呢 是让观众觉得 我可以敬仰跟崇拜 不见得要引起什么样 所谓的同情 或者是戒身恐惧 OK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差异 OK 好 那么Lacide 他成功 他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 每一场票都卖完 那有观众进来 我们说过 其实剧场 他基本上 他还是这个商业行为 没有说到门口的这个生意 你要推出去的 怎么办 舞台上还可以做人呢 所以真的 就是从习德开始 法国的剧场 舞台有舞台座 舞台座非常非常的贵 通常买得起舞台座的 只有贵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他们不是演员 他们是观众 那么这些贵族 他们除了 就是说非常出名的这个戏呢 他愿意花大钱 去做这个观众席之外 还有上了观众席 他不只是去看戏 他也是被看的 要提高他的这个知名度 所以他坐在这个舞台上面 当然看戏的人也都会看到他 那么这个呢 会一直到18世纪 都会成为法国剧场 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些观众 他们都是贵族 他坐在舞台上 你以为他会乖乖坐到 整场戏 演完的话你就错了 他会上面再演戏 他坐一坐 坐累的站起来 散步一下 看到舞台上 这个道具蛮好玩的 拿来玩一玩 然后呢 演员需要用那个道具的 这怎么办 他是贵族 你能怎么办 所以会造成一个很大的 就是演出上面的问题 那当然 要保留这些观众席的结果 在舞台不景的设计上面 也会造成问题 OK 而且你也不要以为 他们除了会活动之后 他嘴巴会闭上 他不会闭上 他如果有意见 他也会发表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高乃怡他的作品呢 大概停了10年 没有再出新作品 因为习得 让他得到这个 太多的这个批评 学术界的这个批评 让他非常伤心 所以他封闭几乎10年之后 才开始重写 那么这一个作品呢 是庞贝 演庞贝的人是谁呢 是莫里埃 这个是一个 非常失败的一个作品 因为是莫里埃 明明是个喜剧原因 然后硬要演悲剧的结果 OK 好 那我们讲莫里埃之前 我们先看到法兰西斯学院 那我们刚才讲到 法兰西斯学院 基本上来讲 他是非常刻意的 利息流要提升 法国的文学文化 所设立的一个机构 好 那么 配合着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呢 其实利息流呢 他也在他自己的居所呢 也特别空出了一个地方呢 然后盖剧场 那么他在盖这个剧场的时候 他的目的就是像法 在意大利 就是流行的这种歌剧啊 田园剧能够在法国呢 能够演出 好 那么事实上1629年的时候 基本上这一个机构就存在了 只是呢 还没有经过皇家的认定跟命令 那皇家的认定跟命令 是到1637年的时候 好 那么习德呢 他除了票房好 然后还受到就是说 这个学界的保护呢 最主要也就是靠这个机构而来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习德呢 让高乃怡呢 大概封笔封了大概将近十年 他在1640年才开始呢 重新写作 那么那个时候呢 重新写作以后 庞贝是他其中的一部 就是代表作品 其他还有Horror Sinna 这些都是从 就是古典文学里面的这些人物呢 还有历史上面的人物来取材 好 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到 就是第二座剧场 那么要诞生 所以在1634年的时候 Marie's 就是由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 本来是打网球的 室内网球场 然后把它改建了 好 那么改建了之后呢 那么这一座剧场 那么就由Richel 他做主就把它交给了Montroy 好 那么原因就是在Montroy 他跟Bugner很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Bugner他最主要是以 演出所谓的正系悲剧为主 OK 但是呢 他们很多东西呢 都不属于就是新的创作 比较属于传统的做法 OK 可是呢 Montroy的呢 他愿意去冒险在新的 这些剧作家的身上 好 所以因此呢 受到Richelieu的这个赞赏 然后当这个Morais 就是盖好了之后 有第二个剧场了 那么他也需要有第二个剧团 所以第二个剧团的 这个老大呢 就给了这个Montroy去做 OK 好 那么 我们刚才讲到的Lassine呢 基本上呢 也是在Montroy 他的这个支持之下呢 然后演出的 OK 好 我们再看下面 Morais 好 所以等到有Morais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巴黎呢 他就等于是有两个 互相打对台的这种情况 好 那么Morais 他所演出的戏呢 跟Burgen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不同的地方 就是Burgen呢 他演的正戏 里面有很多呢 他的不仅是比较 好 就是属于传统 而且就是不夸张的 尤其你回头去 想象就是在这个 古希腊的时期的时候 尤其Sophocles 他并不喜欢太过于 夸张的这种布景 他觉得夸张的布景 反而会把戏的本身 观众的注意力 反而会从戏的本身呢 然后跑到布景上面去 跑到服装上面去的 可是Morais呢 Morais呢 他为了要跟Burgen呢 就是为了要抢观众 要抢票房 所以呢 他们后续呢 就你可以看到 他在舞台的布景 跟服装上面 就是越走越 越来越像华丽的风格 那么那个时候呢 当然也就换了 另外一个老大呢 是La Roque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 虽然在Morais呢 他有一段时间 他的票房是比Burgen要好 那Burgen呢 因为他票房不佳 好 有好几度 他也有经济上面的 这个问题 困难 可是Morais因为呢 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观众的胃口是越来越大的 你给他滑滑布景 他下次要再更滑滑 再更滑滑 也就是钱就越砸越多 所以到后来Morais因为呢 也是经济困难 他实在没有办法继续 好 再给这么滑滑的布景 再砸这么多钱 最后呢 他因为经济上面的问题 好 然后呢 就被病到 后来被病到莫里亚的这个巨船 这是经济上面的困难是其中一个原因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国王剧院 国王剧院原本是主教剧院 就是Richdale 他所特别定制的这个剧院 OK 你可以看上面就是Garrily 好 那么国王 他的位置在这里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本身 他可以搭起这样子的景片 表示他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搭景片的机器 就已经考量在里面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一直到1635年的时候 我们从上个礼拜就有讲到 其实在法国 他们其实因为跟意大利的来往非常密切 所以意大利他们的那种所谓景深室布景 照就已经传到法国 但是法国人他们所习惯的 还是中世纪的 我们所谓dispersed deco 就是用景物的方式来搭建 OK 那么Richdale呢 他很希望能够就是做到 就是所谓法国式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这样子的 典型的这个布景 所以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居所 就是特别 就是定制了这么一块 那么本来叫做主教剧场 OK 那么他雇用了 那么Seal 帮他去做设计 设计完了之后 后来 包括就是舞台上面的布景的设计 有很多也是交给了那么Seal 好 他1642年死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主教剧场呢 就由国王就把他接收掉 就是路易十三 OK 那么就把他改名 就是国王剧院 因为现在是国王的 好 那么在莫里埃呢 他的这个剧团呢 受到国王的青睐之后 他们就是 在1662年到73年这段期间呢 他们所使用的 就是他们专用的剧场呢 就是这一个 那么他们最早是 先在Petit Bourbon 然后Petit Bourbon后来呢 变成了 就是已经年久失修了 然后就搬到这边来 OK 好 那么Richelieu呢 过世了以后呢 那么接任他的主教位置的是 Marzarin Marzarin他本身呢 也很喜欢意大利的 这个剧场艺术 所以呢 他透过了当时的 等于是太后 然后呢 就引进了 Commedia diate 从这个意大利引进 然后另外还引进了一个 Torelli 这个设计家 那么他除了设计不仅之外 其实他也设计剧场 Torelli他有一个绰号呢 叫做大魔术师 所以他的舞台的布景的设计呢 他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速度 因为在 意大利他们下那种景片 之前还是要用人工来换 所以速度都会比较慢 那么从Torelli就开始 考虑用机器来代替人工 他把速度加快 而且呢 很多的特效 比如说他可以在舞台上 打雷闪电 暴风雨 像这些 特殊的这种布景上面的技巧 好 所以这个图已经看过 我们就跳过去了 好 那么 高乃怡呢 那么他也曾经写过 像这种意大利式歌剧 这种需要景深是布景的 那么这就是他其中一个 代表的作品 Aminda Aminda在这里 那么他是Ipsubia的 这个公主 那么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不好的是他妈 他妈妈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常常夸自己有多漂亮啊 有多了不起 所以呢 就很多的这个海神呢 女海神就听了就很不高兴 就跑去跟海神呢 就是告状 Ipsubia是在海边 所以是海上的生活 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海神就生气了 就是说 那么要惩罚他 所以就把他女儿绑了当祭品 OK 那绑了当祭品之后 他就派了这个海怪呢 就要来接收 好 就好死不死呢 海怪派来接收 Aminda的 Androminda的那一天呢 那么刚好Pershius Pershius是 这个神话故事里面的 其中一个英雄人物 还记得Pershius吗 长发女妖 对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就是要去找长发女妖 对不对 然后要把那个Medusa的头砍下来 然后要拿回来 当做他母亲结婚的这个 县礼 好 那么 他去的时候 就是跟这个 雅典娜借了 他的盾牌 然后还跟 Mercule借了鞋子 还记得吗 OK 所以刚好呢 他砍了Medusa的头 然后骑着飞马要回来 那个那只飞马叫Pershius 就刚好看到呢 下面好像有 非常不太一样的动静 就这 一看了不得了 一看到Androminda就 一见钟情了 怎么可以让他去喂海妖呢 所以他就下来 就把这个海妖给干掉了 然后就取了这个 Aminda的这个公主 好 这是舞台上面的设计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样是景深室的不景 但消失点 OK 好 那么Torelli的这一个设计呢 那么我们刚刚讲过 他是Conell 他的这个 所写的剧本 Androminda OK 那么这个呢 可以说是在1650年代呢 最主要的一个 就是说大量的使用机器 然后豪华布景的一个作品 OK 好 可是后来呢 路易十四 他所喜欢的并不是像这样 意大利式的歌剧 他所喜欢的作品呢 是跟舞蹈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洗芭蕾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 只要组织喜欢什么 Torelli就做什么 所以他的设计 慢慢也就从意识歌剧 意大利式歌剧 就转向喜歌剧上面去了 那么喜歌剧 其实有一点蛮类似的 也是 就是他们的这个 布景的设计上面 其实走的 也都是这个豪华的风格 OK 好 那么因为呢 路易十四 他自己喜欢跳舞 所以他也提倡 在宫廷里面 他的贵族要会跳舞 所以在1713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为了提倡这项艺术呢 那么成立了巴黎歌剧 芭蕾学校 OK 好 那么路易十四呢 跟路易十三一样 就是他们即位的时候 其实都还小 然后基本上呢 都是听 就是都是母亲 然后代理国事 可是很快的呢 母亲的这个大权 又会旁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易十三呢 那么大权旁落之后 是在利息流的手上 那么路易十四呢 他小的时候 大权旁落是在 就是利息流的这个后继者的手上 他一直到十四岁的时候呢 他觉得他自己呢 就是呃 翅膀够硬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以他最喜欢的舞蹈 也就是芭蕾的活动呢 那么 他提出了一个十二小时的 呃 派人间 然后等到十二个小时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节目最后就是配合太阳升旗的时候 他表演就是太阳王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Apollo 太阳神的这个身份 然后升旗 那么这个就是他非常著名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Roselay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被封为太阳王的这个原因 OK 那么这一出戏呢 首演的时候是在Petty Bourbon OK 所以这个是他十四岁的时候的太阳王 他扮演Apollo的这个扮相 好 那么到1660年的时候 那么他就是呃 等于是已经成年登基了 那么他娶了西班牙的公主Marie Therese 那么为妻 那么开始他自己去主政 那么1661年的时候 Marceline也刚好就过世了 OK 好 那么在这个同时 1661年呢 那么由国王亲命呢 就设立了 好 舞蹈 就是皇家的舞蹈学院 好 那么希望能够更加的提升 就是他自己法国 宫廷 国内 境内 这个舞蹈上面的这个水准 OK 所以原本是他的 亲命的这个舞蹈老师 Bunchen呢 那么他就变成了这个舞蹈学院的 等于是类似像一个校长的学位 这个职务 OK 那么因为舞蹈学校的这个设立 我们可以看到 舞蹈的动作就越来越复杂 他的难度就越来越高 OK 所以第一个女孩子 尤其女性的舞者 你还要穿那么厚重的长裙 要拖到地上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不合理了 而且显性也相当高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当时呢 成名的一位女性的舞蹈家 Camago呢 他就把女性舞者的裙子往上搜 搜到就是脚踝以上 好 现在不觉得怎么样 对不对 现在跳舞还有就是 基本上穿比基尼的都有了 可是在当时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好 一个规规矩绝 你还是怎么可以把脚踝露出来给人家看 OK 所以这是Camago 好 你可以看到在当时舞鞋 基本上还是高跟的 OK 好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 就是Shibale 他基本上呢 跟意大利式的歌剧 有一点在布景的设计呢 蛮类似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是豪华的这个布景 OK 然后都会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机器 所以为了这个需要呢 Salid Machines这个剧场 就特别把它盖出来 好 那么同样的他的设计师 也是要从意大利找来 Gasper Bigareni 那么在1659年的时候 把他找来盖这个剧院 本来的目的就是在 路易十四他结婚的时候 等于是婚礼 那么这个婚礼本身 他的婚礼的活动 他里面的这些唱课调舞的表演呢 就是要融合在其中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剧场的设计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舞台在这个地方 他基本上快到整个剧场的三分之二了 目的就是他的颈 他可以搭到豪华到什么样的层次 真正 我们知道表演区其实就只有最前面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设计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一个剧场 他的传声效果超级烂 所以等于是说你在里面啊 讲话啦 音乐啊 你只要不是那个整个大乐团 拼拼飘飘飘响的话 基本上是听不到的 虽然搭紧搭起来是非常的华丽 非常的壮观 OK 那我们看到在1671年的时候 莫莉叶呢 他跟吕莉 就是宫廷乐师呢 他们两个合作的 塞基 塞基是谁呢 就是我们在罗马神话里面 然后跟丘比特结婚的那位公主 好 所以塞基的故事呢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演出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演出的 第一出所谓的喜巴雷 OK 那么当然在他之前呢 还有其他的 就是歌剧也曾经在这边演出过 那么大部分都是在六年年代的事情 然后进入到七年年代之后 这个剧场几乎就不再使用了 因为他的传声效果真的太差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塞基的女主角是谁呢 就是阿蒙 阿蒙就是莫里埃他的老婆 那么根据传言 他也是莫里埃的女儿 好 那我们看一下喜巴雷跟法国的歌剧 好 在1660年代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 路易十四他最喜欢的这个剧种呢 其实是法国他独有的东西 就叫做喜巴雷 OK 那么当然路易十四等到他年纪越来越大了 然后从王子到就是变成这个国王 然后实际长礼正式也越来越忙 他年纪大了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体重也会越来越重 要跳起来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呢 他就决定了这交给专家去做好了 所以才有我们刚才所谓的学校的建立啊 这些东西 那么当然既然是芭蕾 他需要音乐 他需要做琴家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拔了一个意大利人 就是吕丽 然后就是成为这个宫廷的乐师 所以有很多所谓的喜巴雷呢 都是莫里埃跟吕丽呢 他们两个人合作的 那么他们所合作的这个喜巴雷 要注意到就是这个时候 所谓的芭蕾跟歌剧 它是没有完全分家的 它的这个界限是很难划分 芭蕾里面有很多歌剧 唱歌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那么也因此奠定下来 就是法国式歌剧的这个基础 那么在1671年的时候 1671年的时候 然后佩瑞呢 那么他自己本身呢 他拿到了就是皇家的这个歌剧 就是歌剧院的这个等于是执照 然后呢他非常有野心呢 就制作了Permoni这样的一出戏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这就是Permoni他演出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设计 那么这是号称第一出的法国歌剧 那么他号称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呢卖座的情况呢 虽然不差 但是他赚的钱还是不够 补足他的这个付出 所以Permoni呢 他就因为这个作品呢 然后宣告破产 破产了之后 他给履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把这个音乐的这个 就是在巴黎境内 演出所有音乐的这个权利 就把他从这个Permoni的手下呢 就买下来 所以呢 他变成能够就是控制剧场 他的营运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你今天 你要用到音乐的话 你必须要先征得履历的这个同意 等于是说你要去跟他买这个许可权 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够使用 好 然后呢 他把Permoni的这个权利呢 买下来了之后呢 那么他就是设立了所谓的皇家音乐学院 好 1682年的时候呢 那么路易十四 那么他把他的这个宫廷 就从巴黎市区呢 就搬到 就是刚盖好的凡尔赛宫 那么凡尔赛宫呢 他虽然在行政区域上来讲 他还是属于巴黎 但他事实上不在巴黎市区 他是在尽郊 那么这个造成的影响就是 皇家他对于巴黎市区的这些表演活动呢 他的关系就开始疏远 那么疏远也就表示说 这些宫廷的等于是支持 跟赞助的这些 就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呢 在市区的这些聚院呢 他们要营生的话呢 那没有皇家的支持呢 就相对的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从1682年之后 就很多就是并过来并过去的 这些聚场的这种情况产生 好那是朋友们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就是哈信 哈信是在法国的黄金时期 戏剧黄金时期里面呢 第一位重要的悲剧作家 好那么他本来跟摩利艾是好朋友 所以他写好的剧本就给摩利艾去演 然后摩利艾每一次都很有本事呢 把哈信的那个悲剧呢 演到呢 观众在下面呢 对他丢胡萝卜丢什么的 因为基本上来讲 摩利艾剧传说就是 他的长相就很有喜感 所以他只要站上舞台 观众就开始笑了 然后你叫这样的人去演悲剧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人还要演悲剧 因为摩利艾他其实年轻人 他一直都有点很想不开的 就是他认为戏剧他正戏 正戏比就是我们所谓其他的剧种 都要来得高尚 那正戏当中地位最高的是悲剧 所以他就非要当悲剧演员 他非要写悲剧不可 好所以他即使是已经被人家 不知道演悲剧虚下台多少次 他还是很努力的要演悲剧 但是对哈斯尼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 他的剧本不管演得再好 只要放到摩利艾手里的话就死定了 OK 所以呢 大概在摩利艾演过他的悲剧两次之后 他认清了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背着摩利艾去找Bugnam 我们知道Bugnam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演正戏的地方 OK 好那么那个时候问题是在于呢 Bugnam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演出的场所 所以他的剧团里面也是很传统 传统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男女主角的演员 大概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还在演类似像罗美奥有注意的 所以这也不是太好的消息 所以因为这一点 所以呢哈斯尼呢 当他要把Andre Mark这个剧本呢 交给Bugnam的时候呢 他就把摩利艾他自己手底下的一位 出名的女演员呢 Dupac夫人呢 就把他带到这个Bugnam 所以他就跟摩利艾呢 因为你抢了我的这个台主 然后他们就开始决裂 那虽然Andre Mark并不是他的 这个最得意的一个作品 他最好的作品 但是基本上是他的成名作 是因为Andre Mark之后 然后哈斯尼还正式的在法国剧场 他有了一定的地位 虽然他的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是Phaedra 就是我们所谓Hippolyta Hippolyta就是男主角的名字 同样Phaedra就是女主角的名字 其实呢 就是基本上是同一个故事 好那么哈斯尼呢 虽然他就是因为Andre Mark 他成名了之后呢 但是其实哈斯尼他一生当中 他本来就不是说 我一定要在剧场扬名万事 其实对他来讲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是什么 是在宫廷里面 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所以等到哈斯尼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 那么国王给他当使官 然后呢条件是他 娶一个非常长相非常爱国的贵族女性的时候 他通通都答应了 然后他就退出剧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等到他退出剧场之后 他乖乖的去他领他的这个公务员薪水 没有多久呢 因为这个路易十四 他到了晚年 然后第一任太太过世 他娶了第二任的夫人 Martinan的时候呢 Martinan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所以为了要跑这个 就是抱人家的大腿 他又出来呢 然后把Martinan他所 主持的一个 就是女孩子的 就是小学校 就是女孩子 专门收女孩子 他基本上是一个修道院 叫Sincere 就是贵族的妇女呢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那么为了要保证他出嫁的时候 是处女 所以很多就是从小就被送到 像这样子的修女院 然后修女院是不可以有男人的 所以只要婚事堂好 就搞到把家里把他接住 就搞到把他嫁掉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那帮这个机构呢 专门帮他写圣人剧 好 然后我们最后讲到莫里埃 那么这一个 这幅画你们应该非常熟悉的 就是莫里埃他的哪一出戏 哪一出戏 对 无比声音 在凡尔赛宫 这个时候凡尔赛宫 他的正式的舞台 还有剧场还没有完全盖好 可是他已经开始 就是有琳达的舞台 然后去表演 你只要看这个规模就知道 其实这样的舞台 他的目的是要非常豪华的布景 好 那即使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无病身影它其实最主要的主系它所使用到的人跟布景其实是不多 但是他有很多的目标 但是他有很多的目标志 好 那么他想要成为剧场界的这个就是等于是在剧场界呢第一人 所以呢他一直很努力的在演悲剧 他也很努力的在写悲剧 可是并不成功 所以他1643年的时候呢 那么他自己组成了这个剧团 然后没有多久呢就欠债了一类 然后甚至呢也因为欠债呢被关到监狱里面 他从监狱放出来了以后呢 那么他知道他在巴黎已经混不下去了 就开始呢到外面巴黎以外的地方呢去巡回演出 好所以大概有十多年就1645年到1658年这段期间呢 他都是在就是巴黎以外的这些城镇啊或者是乡间呢 然后做巡回上面的演出 那么当然这一段巡回演出的这个日子呢 对他来讲不管演技上面的磨练 或者是说他对于他自己他的这个天分 都的这种了解呢都有所帮助 那么后来呢他终于在1658年有机会 然后得到这个预前演出的这个机会的时候 他刚开始还非常想不开的演悲剧 他演悲剧演到呢国王就呵欠连连 然后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所以呢他就只好赶快呢当场就换戏了 然后他只要一开始演喜剧 就得到了呃路易十四的这个注意力 然后就决定把Petty Bourbon就赐给他 就成为他的这个助团演戏的这个剧场 所以呢等到他助团在Petty Bourbon演出了之后 就看到Burghner呢他就是以悲剧著称 他的Petty Bourbon呢就是最主要就是演喜剧 主名 好那么莫里埃呢他对于法国一个最大的贡献 就是从莫里埃出现以前 法国是没有喜剧的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他只有闹剧 闹剧跟喜剧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闹剧 他基本上他的插科打会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是我们所谓的slap stick 就打来打去闹来 哈哈哈哈笑完了怎么样没怎么样 好的 可是喜剧来讲的话 他会非常重视他的thin主题上面的发挥 OK 好那么法国的喜剧就是从莫里埃 他的喜剧才开始了 他把这个就是跟过去的所谓闹剧的传统 就做了一个切割 那么在他的喜剧里面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传统的喜剧像是Terence Mannander他们一路下来 他们都是在室外 都是在市政的街道上面 那么他把场景带到室内 带到室内 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 就是很多其实我们自己 比较私密性的事情 我们其实会发生 会吐露在一个比较私密性的空间 就是室内家里面 所以这也就是方便 他可以看到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这个社会问题 如果牵扯到很多家里面 比较私密生活的这一个层次 那么莫莉叶呢 同样的他认为就是说 要把观众的注意力放在 他的主题的探讨上面 所以呢 他其实并不喜欢用太豪华的布景 他通常都是使用Budget 就是这个是书房 然后就是书房的一个Budget 这个是客厅 就是客厅的一个Budget 然后其他的道具呢 就是尽可能的简单 没有必要的就不要让他出现 所以观众在看戏的时候 会把注意力注意在他要所探讨的事情 OK 好 那么因为如此 所以呢 他的名声其实呢 得来呢 他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他对于时事呢 当时有很多 就是对于时事的这种讽刺 所以像他的Tatouf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 那么他所讽刺的呢 就是这些教会上面的人士 但是我们知道路易斯斯斯他越老 他越来对你教会 他越来越相信 他信教信的越来越虔诚 尤其他娶了第一任太太之后 几乎他的这个信仰 想法都被第二任太太牵着跑 OK 那么 因此呢 我们知道在一个教会势力这么大的地方 你要演出Tatouf的话 你把教会势力呢 全部得罪了 这个下场是非常悲惨的 OK 好 所以我们知道他在死的时候呢 他甚至没有机会得到告诫 那么即使 包括呢 他的尸体的埋葬 还是 他死了以后 阿芒他的妻子呢 去帮他求情 然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安葬的地方 好 那么他所做的作品当中呢 有一个也是受到西班牙影响很大的 就是Don Juan 那么这部作品呢 现在其实 还会演出 而且看的机会还蛮多 但是都是以歌剧形式演出 他叫做Don Giovanni 是Mozart 他的这个歌曲 OK 那么这一出戏呢 他同样也是号字非常大的 那么在Tatouf呢 就是被禁言的这段期间 他要想办法 因为他不演出 他没有营收 所以他本来制作的Don Juan 然后是 就是根据当时呢 就是大家喜欢的豪华布景 豪华的这个服装的设计 可是呢 因为Tatouf呢 把他带来的名声太坏了 所以Don Juan呢 他基本上 也不像他所想象中的那么卖作 所以Don Juan事实上 不但没有帮他 还害了他差点破产 OK 好 那么Molier呢 其实他很多喜剧上面的这些表演的技巧 他跟谁学来的呢 Scalamanchi 那么他是意大利 Commedia di arte 就是有一个团 长期 那么进驻在巴黎的这个团 那么他的团长 Scalamanchi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因为他们曾经共用一个演出的这个空间 所以他彼此呢 就是互相有切磋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 就是等于是讽刺性的漫画 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长得很像 可是这个是Molier 这个是Scalamanchi 也就是意思说 你可以看得出他们谁是谁吗 因为基本上来讲 他们很多东西都是互相模仿 互相学习 再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从Molier死后 他死的时候是1673年 巴黎本来有五个 主要的这个职业性的剧团 Molier的专门演喜剧 Lulide的呢 专门演歌剧 然后还有一个Commedia di arte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Scalamanchi他的 那当然还有Bugner跟Morais 可是没有多久呢 在Molier过世了以后呢 那么Molier他的这个剧团呢 就跟Morais呢 就在Gunaga 他们就合并成一个 那合并呢 除了Gunaga的建造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Lulide呢 把他们的这个演出的地点呢 就是把他给抢走了 所以他们就只好搬出来 那么这一个呢 合并的剧团呢 就是奠定了我们后来所谓 法国的国家剧院的这个基础 所以法国国家剧院 他其实还有一个别名 Lamanchi de Molier 意思是莫里埃之巫 或者莫里埃之家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表示是对他的一种纪念 所以也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 他所演出的戏码 最主要的还是传统的 这个莫里埃的戏码的原因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 意大利的Commedia diarte的剧团呢 那么看到路易十四 这么样受到他第一任妻子的这个影响呢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剧嘛 La Prue La Prue就是在讲这个 呃一个女人 Prue就是讲说一个女人 她假正经 好 所以呢 因为这一出戏呢 所以就害的呢 就是Commedia diarte的剧团呢 然后他们就被路易十四下召 然后全部就赶出了法国国境 OK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Commedia diarte呢 他们就 呃被拆 舞台被拆的被拆 然后他们就没有家了 就全部都赶出了法国 好 我们今天先